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广东改革先驱无男生 在这个月10号在广州病逝 前天举行丧礼时 三任国家主席 包括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 都送来花圈表达敬意 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 还亲自到场 送无男生人生的最后一礼路 高龄97岁的改革先驱无男生 这个月10号在广州病逝 许多政界大佬 都来见这位传奇人物最后一面 其中包含三任国家主席 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 还有四任总理都送上花圈表达敬意 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 不但亲自到广州为无男生送行 还和无男生的女儿相拥 聊表慰问之意 看得出来两家之间的关系密切 无男生是广东经济特区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当时负责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管理工作 任职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期间 打破网利引进外资 也为广东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石 让广东经济排名一度要升全球15名 新闻时事报段有如整理报道 您走到了 总督路 他几缓了 我看得出了 是 不得到 二人 有 他们